從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 第頭當然是吃月餅 吃完整個月餅飽飽飽飽的 怎算好? 是時候吃個油燒製嘗嘗嘗嘗嘗嘗 吃生果要吃美食 買日本課實無死 老闆老闆 有甚麼日本油推介? 其實日本的油 我們會叫做晚達油 他們通常會九州一帶 因為日本的天氣 牙比的位度會比較高 他們會比較冷 所以是趕不到中秋節的程度 嘗嘗嘗 不吃日本的食物有沒有好推薦? 台灣 中國大陸的油脂 和泰國的油脂會比較多 中國油我們很多時候都叫做沙田油 其實它是廣東或福建一帶都會有的 中國油的特點是甚麼? 它的皮是黃黃的 一點點綠 身會比較大 會比較香 很多時候 我們小時候也是 開了出來 除了吃過油脂之外 外面的皮 我們不會浪費 我們用來做燈籠也行 或者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吃過 柚子皮鳳爪 或者柚子皮燜其他東西 都是一定要用沙田油 因為中國跟我們很接近 所以它的性價比會高些 價錢會比較優惠 文旦油正正就是中秋節前後這段時間才有的 我們台灣的小文旦 正常一個油脂這麼大 台灣文旦這麼小 漂亮的文旦一定是小的 這麼小的 賣到這麼貴 真心嗎? 蛤? 其實因為每一個文旦 因為他們採集的時候 已經檢查過 會不會是花皮 台灣麻豆文旦這麼出名 因為在清朝的時間 其實已經是上貢給皇帝 去到日治的時間 也是上貢給天皇 是我們所說的貢品 哪裏的文旦最漂亮 最出名 就是台南麻豆 台南麻豆 幾百年前的時間 其實它是一個湖 你知道 如果以前是做湖的話 其實它的土樣是特別肥沃的 也相對是平坦的 所以種出來的柚子 皮是特別光滑的 其實怎樣為之一個漂亮的文旦呢? 剛才我也提過了 上品大概是十兩到十二兩 即是以小為美 摸下去是聚首的 還有文旦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三角形 三角形的話代表它是什麼? 肉多、皮薄 不會說開出來 一邊大一邊細 一來你難開 二來的肉裡面也不均勻 略略帶黃色的地方 即是日照比較多 其實代表文旦已經成熟 摸一摸它大概 我感覺到它有點皺皮了 其實代表已經吃得了 其實你買回去 不需要雪 你只需要放在家中通風的地方 一個星期 有少少皺皮就可以吃得 例如這個柚子 其實是今天剛剛才到的 你可能七日後八日後吃 一些問題都沒有 泰國金油就是紅肉 剛才我們所說的文旦油 或者沙田油 是白肉 所以是兩種不同的油脂 泰國油脂出名是什麼? 水多 水是非常多 真的是爆汁 嘩嘩嘩 這隻我就吃過了 例如很多時候去泰國店 吃鳳爪 吃油脂沙拉 就是用這些油脂 三角蜜也是最有名的品種 平常我們所說的 普通的 就是白色貼紙的 金三角 別人所說 金三角 就是一級 皮薄 聚手 混進去 清香的 定身是青的 其實就是一個美的油脂 泰國紅寶石油 泰國紅寶石油 認住這個草繩 因為泰國紅寶石油 有些人叫做泰王油的 甜度的 十六七度 水分特別足 金皮的也相對薄些 質量相對高 紅寶石油就做到這個效果 又多水又香又甜 就是我們所說的 集幾款油脂的大成 即是這樣 如果只負責打卡不吃的話 性價比之選 就當然是中國油 如果真是放入口 泰國金油實無死 肯定又多汁又甜 喜歡食時令限定的話 就一定要食文旦 真的只有中秋才有得食 但如果預算夠的話 紅寶石油果香味最濃 食完它再食其他油 會好像混了水一樣變好淡 食過真的花不到頭 消失 好 公主 一星星期六 服務 秋之星期三 ? 嗎? 不